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4月25日星期日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兩單跟大陸有關的消息 第一單消息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在23日 跟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 進行了視像交流 王毅在會上 警告拜登政府 不要打台灣牌 而且他還說了一個比喻 他說民主不是可口可樂 不會全世界同一個味道 第二單消息 美國有一位華裔科學家涉嫌 竊取了可口可樂的機密 而且還利用相關的資料 在大陸開了一家公司獲利 被填納西州一個區域法院 被裁定是有罪的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外交部長王毅 在視像交流中說了什麼 他就說 中國不希望跟美國競爭 處理中美關係的正確思路 應該是加強對話 深化合作 縮小分歧 以及避免對抗 中國不希望跟美國競爭 即是說 當初毛主席所提到的 超英趕美 是不是已經成為了歷史文件 在1958年 毛主席提出了超英趕美這個目標 他曾經說過 中國的鋼鐵生產量 要在15年之內 超越英國 50年之內 超越美國 事實上 來到近年 中國就已經做到了 因為中國的鋼鐵產量 已經是全球第一了 現在就說 不是要跟美國競爭的 好了 王毅還有什麼說呢 在台灣問題上 王毅就要求美國要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並且警告 打台灣牌是十分危險的 在這裡玩火的 希望美國要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 不要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的錯誤信號 他這番話 其實之前都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不同的官員出來 也有警告過美國 叫他們不要打台灣牌 但是台灣這次的反應 似乎是相當強硬 在昨天台灣搞了一個 海內外台灣國事會議 蔡英文就以書面致詞的方式 由大會代為宣讀 在這篇致詞當中 蔡英文就說 這幾年以來 台灣一貫的立場 是國土主權寸步不讓 民主自由 堅守不退 將會持續 善盡區域成員的責任 同各國共同捍衛民主自由 維護印太區域的 穩定和平 他說這番話 就等同於 不點名地回應了王毅 而且他在這篇的致詞當中 也帶了他近年來的 外交公職 他就提及到了 說大家都很關心 台灣的外交地位 和國家安全 經過了他們這幾年的努力 加上亮眼的防疫表現 台灣的國際能見度不斷上升 實力 國力都受到了國際社會的肯定 台灣也和美國 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國家 持續加深合作關係 就在這幾個月 台灣關係法 立法戒滿了42週年 拜登派團訪問台灣 就是台美友好合作的表現 他就一直在曬這些 公職 其實 他這番話的說法 一來就是不點名地回應了王毅所說的 他就說是寸步不讓的 亦反映到 大陸當初 就認定了 由於特朗普是一個 在政策上不能夠預測的一個人 經常都不按張法來出牌 所以大陸就很希望特朗普下台 換上了拜登以後 起碼中美能夠恢復對話 逐漸將中美關係正常化 但是似乎這個如意算盤 現在就不是說好打得響 另外一件事就是 蔡英文 他這番的說法 也是積極地配合了美國的印太戰略 因為他明明這一場的會議 就是台灣的所謂國事會議 但是他特意加插了要維護印太區域 穩定和平的目標 明顯就是要呼應美國 好了我們再看看王毅到底說了什麼 他說 任何勢力都沒有資格否定其他國家選擇的道路 任何國家都不會按照別人的好戶 來改造自己的制度 歸根到底 制度和道路是對還是錯 還是要由本國人民來判斷來決定的 中國從來不會照搬外國模式 亦都不輸出意識形態 不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 而是主張各國都走符合自身國情和民眾需要的發展道路 彼此之間相互尊重 相互借減 大陸現在就不輸出意識形態 不過就輸出了一帶一路 他就說 最近有一種論調 將中美之爭 圈染為民主和威權之爭 以意識形態來劃線 將世界各國標籤化 但是民主不是可口可樂 美國生產原章 全世界一個味道 如果地球上只有一種模式 一種文明 這個世界就會失去了生機 沒有了活力 他就是 明顯不想 所謂用意識形態來劃線 因為 一用意識形態來劃線 就代表著進入新冷戰 以往美國和蘇聯就是以意識形態來劃線 只不過當時 就是 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決 或者叫做社會主義 現在都是 證實了是不行的了 已經是用一個 半個世紀的時間證實了 俄羅斯更久了 已經是差不多一個世紀了 證實了是不行的 現在西方就開始 吹一種風向 就是用民主對決獨裁 或者叫做威權 將世界 想劃分為兩個陣形 現在中國就說 不要以意識形態來劃線 民主不是可口可樂 其實近年 中國已經不再忌諱 談及到一些 西方所謂的核心價值了 比如說民主 人權 法治等等 以往外國就很喜歡拿這些概念來替中國 但是近年 中國就巧妙地 為這些概念 下了一個中國特色的定義 比如說人權 中國的定義 不是說外國那一種 而是說溫飽權 生存權等等這些東西 比如說民主 他講的是中國式的民主 而不是外國 西方式的民主 所以呢 現在中國就不會再是 有所被諱去談及這些東西了 現在王毅所講的 正正就是 民主不是可口可樂 不是全世界同一種味 就是說你那些是西方特色的民主 中國行的那些就是中國特色的民主 王毅就說實踐已經證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不僅使得14億中國人民擺脫貧困落後 也讓中華民族再次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是一種全過程最廣泛的民主 體現人民意志符合中國國情得到人民擁護 僅僅是因為實行民主的形式跟美方不一樣 就為中國構上威權 專制的帽子 這個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現 現在還反昔你西方社會是不民主 其實人權範疇也是這樣 西方社會猛地說中國的人權出了問題 現在中國就很巧妙地 拿回美國的一些 所謂人權的議題出來說事 比如說黑人的命也是命 大陸就很喜歡拿出來說 美國如何不人道對待非裔的美國人 所以 自從戰狼思想主導以後 大陸就完全不怕談及這些事情 而且還很喜歡 斥責你自己也有問題 叫其他國家固定了自身的問題 才好說其他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另一宗消息 美國司法部在上個星期宣佈 田納西州的一個區域法院的陪審團裁定了 美籍華裔化學家 尤曉蓉 是聚成 他是干犯了什麼呢 他就是被指控 竊取了可口可樂飲料罐裡面的 無雙分A 塗層配方的商業秘密 什麼叫做無雙分A 其實以往那些 女罐 就是用所謂的雙分A的材料 來作為一個 容器的內層 以幫助減少風味的散失 和容器的腐蝕 但是雙分A 具有潛在的健康風險 所以 那些大廠就開始研發一隻叫做無雙分A的 飲料罐的塗料 就在內層那裏 人家就成功研發了 但是 由於這一名的 油曉蓉化學家 他在工作期間 取得了很多商業機密的權限 是接觸得到的 控方就指稱他 蓄意地讓中國政府 山東省政府 和威海市政府得益 他和他在中國的合作夥伴 威海金融集團 就從中國政府的手上 拿到幾百萬美元的款項 作為支持 游曉蓉那家新公司之用 部分款項 據說 是來自千人計劃的 控方就說 游曉蓉 是有意從大陸方面獲得好處 而且 他的盜竊行為嚴重 早有預謀 而他在中國成立的新企業 將會 和被拒盜竊 接商業機密的美國企業進行競爭 法院裁定 游曉蓉從事經濟間諜活動 等五項罪名成立 在11月就會判贏 民主不是可口可樂 不會同一種味 不過 無論是甚麼飲料都好 似乎都想用這隻 無雙分A的塗料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